美金18点滚星号ST医生实控人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被调查 北上资金净流入6.51亿 6.47亿都买了它 山东公布七霞金矿事故处理结果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美金编辑杜宇一滚山东公布七霞金矿事故调查处理结果 45名相关责任人员被问责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山东频道 日前 记者从山东省有关部门获悉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七霞事故山金矿一 10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山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审定 经省事故调查组认定 该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违规存放使用民用爆炸物品和井口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调查同时认定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和七霞事均构成时报瞒报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 一规一纪依法对45名相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 二滚整点投资滚北上资金净流入6.51亿 华有股业买入6.47亿居首位美金AI快讯 2月23日 户指下跌0.17% 北上资金今日净买入6.51亿元 其中户股通进买入21.96亿元 深股通进卖出15.45亿元 北上资金成交活跃各股榜单中 净买入各股共9支 金额最多的是华有股业 净买入6.47亿元 三滚新号ST一升 实控人刘少喜应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美金AI快讯 2月23日 新号ST一升公告 应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未案规定披露持股变动信息 证监会决定对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少喜 董事刘伟红立案调查 四滚七连板金牛化工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美金AI快讯 2月23日 七连板金牛化工发布公告 以公司2021年2月23日 收盘价格7.57元每股计算 市盈率为164.92 相较同行业上市公司明显偏高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和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无滚外媒 微博已聘请投行 安排香港二次上市 或筹集7亿美元美金AI快讯 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消息称 微博已聘请高盛瑞信和CLSA负责其计划于 2021年下半年在港二次上市的工作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 微博可能募资至多7亿美元 六滚网红海上酒店则令停业三个月后仍营业 已被脱离海域 据人民网微博23日消息 近日 福建一往红海上飘移酒店 涉嫌非法占用海域 被立案调查 2月21日20时 涉事酒店已停止使用 22日下午 涉事酒店业主已自行将酒店购注物脱离海域 目前正依法依规进行整改 七滚男子冒充大校招摇撞骗17年 警方征集犯罪线索据海口公安微博 2021年1月 海口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件 抓获并逮捕犯罪嫌疑人 尹显堂曾用名 引建军 犯罪嫌疑人 尹显堂自2004年以来 一直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身份 在社会上开展活动 伪造各种军官政见 部队公文 印章等 同时利用此虚假军人身份 以介绍各种工程项目 为由对多名被害人进行招摇撞骗 自通告之日起 对尹显堂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知情者 可通过电话 信件等形式积极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 凡曾被尹显堂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受害人 请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